梵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基各9月30日上午10点 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密会议大厅主持书密会议 讨论征服教宗若望23世和若望保罗2世列圣品案 教宗在会议中公布 龙卡利教宗和沃伊迪瓦教宗将于2014年4月27日复活期第二主日 上主慈悲主日被册封为圣人 圣座册封圣人部部长阿玛托书基 简短地介绍了两位未来圣人的传略 阿玛托书基特别提到他们为和平服务 也指出这两位征服教宗在彻底转变的时期 温和及坚贞不渝的生活 为促进人性尊严做出贡献